欢迎您回到新闻现场 前总统陈水扁卸任之后 从总统府带走了两万多件机密公文 遭到特征组起诉 虽然没有具体求刑 但最高可以判处七一年六个月的有期徒刑 特征组指出 陈前总统为了撰写回忆录 以及搜集对其他政治人物不利的资料 把办案的机密公文都带走 其中也包括另一位前总统李登辉 由于起诉陈水扁的时机相当敏感 正好在520马总统连任就职 声望低迷的隔天 特征组说没有特殊考量 而陈前总统早已入狱服刑 现在又追加一件侵占机密公文的官司 无疑是雪上加霜